今天我們很榮幸請到我們舊生 也是現任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先生 到來我們的就職典禮作為我們主例嘉賓 他今天要和我們分享的題目就是 成功之路從來都不是一條獨木橋 現在就請陳維安副局長 兩位校長 馬主席 各位家校會的委員 各位老師 各位家長 還有幾位在幫忙的同學 大家下午好 我上次站在這個台應該是30年前 我一九八二年會考 一九八三年讀完中六離開這間學校 我學會怎樣演講都是在這個台上 所以今天回來就特別覺得很親切 也都是覺得有少少主場的感覺 各位家在剛才聽馬主席說 大家知道很多都是你們的小朋友 都是剛剛升上中學 所以可能明年2012 這個關鍵性的一年 對你的感覺不高 大家相信在座也都有 新高中第一屆的同學的家長在這裡 所以我想首先和分享以下的少少感覺 就是其實我和新高中同學一樣 都是看著2012就有若干的憂慮 我作為教育局副局長的職位 所以到2012的6月30日就完結了 正如2012的畢業的同學 我明年都會走進人生另外一個階段 那麼這個階段是繼續升級 還是要找其他的出路呢 我和2012的同學都一樣 都是在等著防綁 不過我鼓勵同學和鼓勵自己一樣 我覺得有兩件事很重要 第一就是先做好眼前的工作 做好現在大家要做的事 同學要做好新高中的準備 文憑市的準備 我可以做好這件事 所以我會想到下一步 應該是補什麼的大學 或者其他專上學位的課程 活在當下我覺得是十分之重要 所以第一我覺得 最重要跟我和其他同學一樣 都是要做好眼前的工作 第二我和同學說 雖然我年紀比他大很多 我都尚且相信出路是會多元化的 所以他們的出路 又更加應該有信心 是多元化的 大學絕對不是唯一的出路 正如對我來說 升職也都不是唯一的出路 同學比我有更加的優勢 因為他年紀尚淺 也都社會其實在近年 給了大量的不同的出路的選項 給我們的同學 回想三十年前 我站在這個台 看著外面 也都在憂慮究竟 是不是升大學 去哪裡升大學 升不升到大學的過程之中 當年香港的大學只有兩間 香港大學中文大學 我們的同齡的學生 只有百分之四 是在本地升學 其他有不同的選項 今天我們公帑資助大學 已經去到百分之十八 明年有新高中學制 和舊制同一時間存在 在公帑資助大學裡面 會相倍地收生 確保四年制第一年 和三年制第一年的同學 有足夠的公帑資助學位 同一時間我們有 大量的自資的不同的升學學位 不單止在學位程度的 和在副學位程度都有 我們計過明年 有大概十萬多一些的考生 但我們有十一萬個學位 在學位方面 其實遠遠 同學給我當年的選項為多 在就業方面 我記得很多年前 香港流行一句說 如果想找一個 好好穩定的職業 有三個機構 是有很多機會的 就是香港政府 匯豐銀行和香港財務會 今天回頭看 除了這三個機構 都還在此之外 因為我們還有大量的跨國企業 大量的不同行業的 專業的 也好做生意也好 做社會服務也好 都有大量的工作機會 而且除了在香港 有這樣的工作機會之外 我們處於全世界最高增長的國家的南端 就是中國 我們有 今天香港 的廠商 在內地 聘用的人 多過整個香港的人候 我們除了香港的廠商提供就業機會之外 還有大量的內地的企業 大家都看到香港作為世界國際性的金融中心 我們的IPO的總額已經連續第二年 是全世界第一 在就業 和在升學的機會裡面 我們的同學 今天的機會 遠遠比我們以前多 但是多元出路的前提 我自己覺得 那條路一定要自己走出來 我覺得其實同學 要找到自己的出路 那條出路 他才自己覺得珍惜 但是 頑固我們今時今日的家長 不難找到 有些家長就覺得 自己 經過的道路 也是小孩要經過的道路 我記得有一次 有一個朋友說起 他是一個投資銀行家 他自己的事業很成功 他是一個跨國的企業 跨國的投資銀行的主管 他跟兒子說 那時候兒子應該是十幾歲 說你長大一定要做 摩根士丹利的合夥人 你試想一下大家 各位家長 試想一下 這個對同學 沒錯 是有一個確立很明確的人生的目標 但是這個目標 是不是適合他呢 我不懷疑摩根士丹利 是今時今日和將來都可能是 一個身高良準 大把前途的一個崗位 但是這個崗位 又是不是唯一的選擇呢 我覺得 我們作為家長的 作為老師的 其實與其 告訴同學 他要走哪個方向 然後千方百計的確保 他走過一條很狹窄的路 不如為他們開拓更多的空間 刺激他們想一下 究竟什麼才是最適合他們的 在這個過程之中 家人和老師給同學的信任是很重要的 回想我三十年前站在這裡 當時我爸爸很希望我和他一樣 都是在香港升學 但有一次也都在這個禮堂 有一個美國的大學禮 做一個介紹 普林斯順大學 我聽完之後 跟他說 似乎 美國的大學的課程 更加適合我 當時其實不流行 現在所謂的 升學的輔導 顧問的 我怎樣找美國大學的資料呢 就是 走過去Waterloo的冠華園 上面有一間 國際的升學中心 就上去 炒一些好像電話簿那麼厚的 指南 就看看其實如果去美國大學 升讀大學應該是怎樣的呢 當時我有一個朋友 這裡的舊生 已經早了我兩年去美國 讀中學 他回來跟我說 解釋給我聽整個考大學的過程 我覺得我很感恩的就是 當時我們的老師很支持 我這個選擇 雖然當時 讀A-level中間離開 不是一件很尋常的事 但是老師給我無限的信任 我家人也都給我無限的信任 我 我 入到保合師匠大學 的第一天 亦都是我訪問 我家人去東岸的第一次 我今時今日的情景很難相信 因為我聽見無數的家長 初中的時候已經帶孩子 去周遊列國去看不同的中學 不同的大學 但是反而在我們上一代 家人給我們的信任 遠遠比現在多 不知道各位 有沒有看過 呂大樂教授寫一本書 叫做《四代香港人》 他提出的 呂大樂教授是一個社會學的教授 他 描述了四代香港人的特色 我們這樣的年紀 差不多五十歲這個年紀 應該是第二和第三代之間 我們的小孩子是第四代 在《四代香港人》 《四代香港人》的章節 第一句他這樣寫 他說對《四代人》而言 個人性格是奢侈品 對我們小孩子而言 個人性格竟然是奢侈品 我看完有無限的感概 因為我們也知道 今時今日的機會 無論升學或者就業機會 都遠遠比以前多 為什麼我們的家長 彷彿 更加拘泥於 將小孩子的興趣 壓縮 逼他們走一條很狹窄的路呢 上星期我去過一個和青年人講施政報告的論壇 其中一個青年人問我怎樣看香港的虎巴虎媽 不知再在再有沒有看過 大概半年前左右 有一本書 是一個美籍的華裔教授 耶魯大學的一個教授 寫他怎樣養育他兩個女兒 就是他自己 說父自己說自己是一個老虎媽媽 那這本書出了之後 其實在美國也好 在香港也好 都引來很多的評論 其中除了虎巴媽這個新的名詞之外 還有一個直升機父母的這個名詞 為什麼叫直升機父母呢 就是很多父母仿佛像直升機一樣 在孩子的頭上盤旋 見到有什麼行差踏錯 或者小孩子有什麼需要 立刻就會降落幫他們 第四代香港人 李大樂教授說 就是生長在一個這樣的物質 超級富裕的年代 那個諷刺的地方就是 雖然他們物質十分富裕 他們可以選擇的出路 也都遠遠比其他多 但是父母師長給他們的信息 就是成功的路只有一條 那條道路有少少好像我朋友那樣說 就是一直經過這個 讀最好的小學 讀最好的中學 然後讀最好的大學 走進去最好的投資銀行 我覺得 有另外一個方法 照顧小孩子 我也都自己有親身的經歷 經過南白睡的教育 我也都深信 我們的同學 我們的師長 仍然維持這個傳統 就是每個小孩都應該有 一個個性化的教育 每個小孩離開這個廈門 都會有自己的性格 對南白睡的畢業生來說 個人性格絕對不是奢侈品 而是必需品 我覺得各位家長 其實今天有兩個選擇 我們可以相信自己想的一套 絕對是對的 我都相信在座的 有這麼多人生經驗的 當然 今時今日 你們的決定 一定比你小孩好 你們見的東西 一定比你小孩好 所以 你們絕對有權 選擇 將他們安排 在某一條路走 但是 反之 如果你相信 其實 你們小孩面對的世界 和你現在面對的世界 將會是絕對不同 你們小孩 將來面對的問題 要他們自己解決 如果你是敢相信的話 成功之路 就不是一條狹窄的獨木橋 而是一個廣闊的大草原 我覺得 如果你相信成功的路 是大草原的話 要鼓勵同學的 就是多思想 多探索 盡量找到自己的興趣 自己的能力 在這個大草原那裡 走出自己這條路 我覺得這個選擇 是在我們每個人手裡的 我希望今天 有機會和各位分享這個故事 就是正正我知道 如果進來南北水 讀書的同學 一定都有無比的能力 今天 星期六下午 都來學校聽 副局長說話的家長 都一定是十分關心 教育的發展 正正就是 你們關心 下一代的教育 所以我知道 如果今天跟你說 你們其實應該放手 給同學多些發展機會 你們未必會相信我 不過如果從另一個角度看 如果我們把同學 放在一條很狹窄的成功的路 給他們的壓力 是不是真的值得呢 反之如果我們這一代 好像我們 爸爸媽媽這一代 都對下一代 有無比的信心 無比的愛 我相信下一代 都跟我們這一代一樣 都可以找出自己的一個方向 我有一個很好的同學 從小跟我一起長大 幼稚園、小學、中學 都是同學 我們大概四十歲那一年 有一天 講 回顧大家成長的一段路 他有一句話 我至今都記得 這個朋友跟其他很多拔稅 我的朋友都一樣 其實平時都挺傻的 都挺喜歡玩 挺喜歡說笑 但有一天 在那天 我們大家回顧四十年成長的過程之中 他突然跟我說 他說 他覺得父母給小孩的 最高境界的愛 其實不是幫他安排一切 是給最大的自由 最大的誕生 給小孩選擇自己 要走的方向 而無論小孩回來 是成功還是失敗 你都無條件地接受他們 我想用這段說話 總結 今天跟大家分享 我知道 各位小孩 各位的兒子 進來這間學校 將來 一定在不同的領域 都會找到他們發展的方向 所以 我希望各位回去 多多鼓勵你們的小孩 給他們更多信心 給他們 以及在過程之中 也可以增加家庭之中的和諧 以及夫婦之間的感情 在這裡 多謝 家長教師會 給這個機會 在我任期的 還有餘下的六個月 之中都有機會 上來這個台 和各位分享 公祝 今天就職的 家長教師會的 各位委員 在新的一年 更加扮演 更加積極 努力地扮演 和學校之間的 家長和學校之間的 溝通的橋樑 發揮 家校合作的精神 也都 公祝各位在座的 其他的家長 身體健康 家庭幸福 多謝各位 多謝陳慧安先生